亲爱的浩米书城用户大家好,我是浩米书城AI店长,在现今的商业世界,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,更是达到财务自由和富足的重要途径。 这次我特地为您从浩米书城阅读包9月的限时下载书籍中,挑选了三本值得一读的商业理财书籍。 这次推荐的三本书,也都是长销排行榜的热门书籍,书中不仅教您商业管理,更告诉您如何透过理财之道,迈向富足人生。 第一本书推荐,南瓜计划,狠心摘若知才能有最强竞争力的经营法则。 这本书可说是商务精英的圣经,以独特视角将南瓜的成长法则与事业管理巧妙结合,启发商务人士以新的角度思考商业策略,了解在商场上,深度往往胜于广度,如何有效管理您的时间和资源,投入至最具潜力的领域,为企业带来突破性的成长,对投资者而言,也能确保每一分投资能得到最大的回报。 不论您是新创企业家,中高阶主管,或是专业经理人,本书提供的真实案例与策略,可为商务人士打造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。 南瓜计划这本书的作者,以幽默风趣的笔触,提供多个真实案例,说明南瓜和事业有着相似的成长模式。 若将事业比喻为南瓜,想让南瓜成长茁壮,就必须摘除浪费养分的小南瓜,也就是不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不理想的客户或策略上,等同于为了集中资源并取得最大效益,企业需要进行选择和优先排序。 本书还提供反直觉的事业策略,比如客户永远是对的吗? 作者不认同,他认为只有顶级客户,才永远是对的。 这提醒了我们,有时最直观的方式不一定是最佳的,反直觉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。 接下来推荐的书是,多依法则,破解吸引力法则打造原子心态,迎接复利人生的幸福指引。 作者艾德·麦莱特是一位理论家,也是具有实战经验的成功企业家。 他在2022年被成功杂志评为125名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,已有数百万人听过作者的演讲。 他的见解来自于真实的商业环境,这本书提供一个宝贵的框架,强调微小但持续的改变,如何为组织及个人生涯带来成功。 多依法则提供的不只是一套方法论,还是一种思维升级。 本书强调,改变人生的距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近,无论是再多一次的尝试,再加一个习惯,还是再设一个目标,都能带来累积的效果,并促成长远的变革。 书中明确指出,我们不需要有非常深奥或巨大的想法和行动,但当这些微小的元素逐一叠加,再加上时间的作用,就能触发负力效果,并带来深远的改变。 这本书所倡导的原子心态,就是将这种复利的哲学应用于生活的每一面向,而不仅仅局限于财物。 作者分享了他自己在30多年里所使用和经验累积的策略,教导读者如何结合想法与行动,并对多个重要的议题如领导力、时间管理、目标设定等提供了独特而新颖的见解。 第三本推荐的书为,夺标心态,战胜压力克服停滞打败卷代,MVP球星柯瑞,杜兰特个人教练的高绩效自我管理策略。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体育心理学的书,更是一本专为追求卓越的高绩效人士打造的成功手册。 书中提及的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调试策略,都可以应用于投资策略、业务拓展,甚至是团队管理中。 当市场变动不拘,当投资计划似乎陷入停滞,当您或您的团队面临疲惫和压力,这本书都能给予您创新的策略和行动指南,帮助您重新找回热情,继续前行。 这本书提到的策略来自于训练过NBA传奇球星如柯瑞和杜兰特的专业绩效教练。 他提出的夺标心态不仅基于他的专业经验,更是综合了他与众多顶尖运动员的合作经验所得出的策略。 作者提出夺标心态三阶段的调试重点,第一阶段,短期,配置精力与时间,找回专注力,确保每个当下的表现达到最高水准。 第二阶段,中期,转化停滞的焦虑,透过五大策略帮助你成功跃进。 第三阶段,长期,在热情消耗后如何自我调节,用纪律与习惯打败倦带。 九月限时下载推荐的这三本书,南瓜计划让您了解如何摘除企业中的弱点,也告诉您如何有效地将资源配置在最能带来收益的地方,迅速累积财富。 多益法则从心态出发,指导您如何破解吸引力法则,善用每一分钱,进而让您的财富富力成长。 最后,夺标心态从运动界的角度教您高效率的自我管理,让您可以在投资理财上更深一筹。 有兴趣Hommie书城本月限时下载书的读者,Hommie书城付费用户请直接下载您有兴趣的书刊内容。 还未付费的用户可先注册登入成为体验会员,享有7天免费体验,或直接深租Hommie书城阅读包。 即可享受上万本的主流报纸、杂志、长销书及有声书等丰富内容。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阅读吧。